高雄河邊路 各務官邸口 河邊重啟動 一個差不多一公車看的床 旁邊讓三個隊各個包圍 四天政府趕快唱一段床 合差不多兩公車長 一公車看的大床 本來一邊是大火造成床 只是坐在水管破棄 造成的既比黑空 上官單位趕快來衝襲 起零油台水浮雨水管破裂 造成入階掏空 早上已經由8點6台水清廠 進行開瓦 與暫停等斜候將清洗管修補回鐵 雖然不是大火的影響 但是路階骨 河邊一路讓褲子就沾用一個車道 歐洲白家具車都要過得很危險 因為方便通過 高雄北的地方都向上大火 參想讓路階骨的主管区 還一路出現積水上沖有60公分 進行隨旅行方所沖 速度關注經過的車輪 早上大概是在北高雄比較多 那在鎮定、路主 那現在雲宇的這個 雲宇包逐漸的往山區移動 雖然台北昆的這支疫情就消退 但是賓州如果出門 就要比較注意理工事 跟強順風 停車的速度放到萬雷 才能避免發生危險 密西新聞 高雄七報道 好